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在黨主席王晚與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宋國鼎 還有黨籍市議員的陪同下 到新竹市選委會進行登記 並喊出只有邱顯智能贏正正前 只有邱顯智為市民發聲 要為新竹市民贏得2024區域立委選戰 為我們的艱苦人來發聲 那我必須要講說 如果今天藍白 藍白如果過半的話 那顯然以後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作為一個午後限定的立法院長 那如果說這個綠過半的話 那未來的狀況是柯總召繼續做立法院的地下院長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這兩種選擇 都是非常的離譜的話 那拜託大家能夠支持時代力量 能夠支持邱顯智能夠支持王婉玉 代表關鍵的少數邱顯智 九批藍白又打綠營 積極爭取民眾對時代力量在國會努力的肯定 哥哥選總統 所以妹妹選立委 那我覺得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柯美蘭雖然說是無黨的參選 那他同樣還是要面對說民眾黨 在這個不管是黑金的這個部分 像我現在還被民眾黨的這個雲林的執行長告 因為我說他黑道 結果他就來告我 或者是說這跟中東景的關係 乃至於說這個貪污的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柯美蘭都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的 身為黨主席也是戰友的王婉玉表示 這次和秋顯智分別參選新竹縣市的區域立委 就是希望能夠再度攜手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讓大新竹共好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